丐帮一直是江湖中的大帮 天龙和射雕中 丐帮可谓是江湖中的忠灵抵住 虽是如此 丐帮也逃脱不了了内部 金一派和雾一派的纷争 那丐帮会不会分为金一派的两派呢 有人说金一派两派 是从乔芬离开丐帮之后才开始的 其实并不然 金一派指的是由于永恒之人 在丐帮仗的主要权力部分 如乔芬、红旗宫、黄巫等 都属于金一派 在乔芬当上丐帮帮主后 但令丐帮迅速强大起来 不过由于乔芬离当人的身份曝光 丐帮便分了金一派力挺乔芬 乌一派倒乔 更加激化了金一派两派的纷争 在乔芬自杀后 丐帮没有包装能够震慑住两派纷争 导致分裂越来越明显 只是红旗宫上位后 才稍微平息了两派纷争 今天视影春圈就说到这里 喜欢金有武侠 欢迎关注一点赞